例如 林佑金 好 很好 提到林佑金 還有呢 好 司緣想到了嗎 剛剛提到的支票 提到的林佑金 我已經要發貨 轉期債券 什麼 是快到期的債券 快到期的債券 快到期的債券 還有呢 好 書成 好 什麼東西 特... 特支費 特支費 你什麼 什麼叫特支費 好 好 好 它是不是有點政治問題吧 好 好 反正同學講了 我就不幫我寫上來 好 大家再來看一下 這些東西跟信心有沒有關係 好 還有 好 富若偉 富若偉 你看來 富若偉 富若偉 蘇子祥 好 葉子君 馬匹生 馬匹生 好 你可以提到你們之前講到現金的時候 知道一些什麼 不太清楚 也就是說 你自己也學過會計吧 學過嘛 對不對 好 那你之前的會計裡頭有講過現金嗎 忘了 好 好 還有沒有人要跟大家分享 郭寶樹 他那個他要去看醫院 他什麼 他要去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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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王宥遠 嗨 真準備看看 好 休息 好 沒有在你變魔術裡就不來上次了 沒有 今天都來 是嗎 是啊 今天也沒有變魔術了 好 因為我好久沒看到你 好久 現在也是突然冒出來吧 我剛剛發現那個富家瑜旁邊沒多遠 富家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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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冒煙 忠祐 nom 同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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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到我看一下問你 要學習去年現金也遇到誰 出快的時候現金也遇到誰 你想想看 之前現金的時候 另一個張姐 講到什麼都可以 跟現金交 那個當地有關係 或者是你自己重新出了A 剛剛一直想到現金就想到現金流量表 好 你呢? 你又遠呢? 還沒進入浪況 還沒進入浪況嗎? 你又帶書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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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你上課要帶書嗎? 你那本書那麼乾淨要幹嘛 你下次準備要賣嗎? 二手書呢 跟你的完全是沒有畫過的結果是一樣的 價錢是一樣的 好 好 陳 現金你們要賣嗎? 嗯? 應收 好 為什麼現金跟應收? 我會問你 好 那你可以跟我講一下 現金跟應收最可能出現的會計跟陸續 挺有意思的 夢問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至少要把支票讲清楚了 支票其实是代替现金使用的 所以支票基本上 尤其你在看原文书的话 你看到它写的是check的支票的话 你都要把它当作是现金 因为在真正支票的用意就是代替现金 所以支票一定是集期 所以它是习惯 会开所谓的远期支票 如果是远期支票 就跟一般的票据是一样的 那支票最大的特色 除了台湾是把支票可以看成远期 所以台湾的支票不见得是代表现金 但是支票有个很大的特色是 那支付人 付款人也是什么 一定是银行 付款人是银行 但是汇票它可能不一定要去银行 好 这个是未来以上票据 可以理解到这一点 但汇票跟汇款不一样 汇票不是汇款 汇票是汇票 汇款是汇款 汇款是直接把钱汇过去 好 汇票有一个票字呢 表示它有一个书面 它是有一个书面的东西 所以汇票呢 它最大的不同是在于 汇票可以什么 第一个 它可以有两个日期 甚至三个日期 它有个发票日 有一个付款日 好 支票只有一个日期 因为我说支票是集期的 所以基本上支票的设计 它只有一个日期 它的开票日就是它的付款日 好 直接台湾的习惯 它的开票日 跟它付款日是不一样 但是因为支票上面 只有一个什么 只有一个日期 所以支票上面出现的 只是付款日期 可是如果基本上来讲 开票日跟付款日 在支票的设计上面 应该是同一天 所以它一定是集期 我今天开票嘛 今天付款 所以它只有一个日期 但是汇票 它可能会至少两个日期 那可以有三个日期 第三个日期就是它可以有开票日 它可以有开票日 付款日 它其中还有一个什么 陈对日 好 会票它可以陈对 好 所以它有这样的一个 大致上的差异性 那所以呢 所以呢 汇票基本上 它不会是代表现金的 汇票会不会是现金的 好 那这边呢 之前讲到特资费 好 我们来解释一下特资费呢 是一个废话 跟现金是哪一个关系 好 像它讲说是 比如说给机关主 那个首长 或者是一个单位的主管 有一个特资费 特别之用 因为基本上呢 其实最主要 我想台湾 应该是很多国家 都有这样的设计啦 因为 比如说你的 比如说好了 校长 校长 你看他面对全校 有八百八九百的 教职员工 没有生喔 学生应该不会 教职员工 八百八百多人 如果八百多人呢 如果结婚都跟校长 又一张炸弹 校长的薪水 他拿来付这些 红包 白包 就没钱了 因为他知道 因为他有面对 这么多的人士 所以呢 有这些所谓的习俗的 一个需求 所以他给他一个 所谓的特资费 所以一般的特资费 是用在 像什么 红白包 啊 或者是像你说的 比如说 宴请员工 这种也是可以的 但是一般的公司 没有特资费 是没有特资费的 好 所以特资费 不在我们今天 要谈的现金里面 好 那汇票呢 基本上来讲 它并不是代表现金 所以汇票也要跟什么 跟印刷账款一样 要收到钱才算 所以它也是 我们今天所谈的现金 好 那当然 我刚刚连 现金流量表都没写 因为现金流量表 跟我们谈现金的时候 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好 所以 但是呢 它好像很多 都忘记了一件事情 我们在讲现金的时候 包括这一张里头也一样 我们的现金 就会跟什么 内部控制绑在一起 好 我记得大家应该呢 未来如果大家有可能开一个 今天我要创业 这个 现在呢 一直在鼓励大家要创业 要有创意 要有创业的精神 好 那假设呢 我这个灾时创业的时候呢 诶 我一定有什么 不管做什么是一定要有钱 所以 那但是呢 因为你创业呢 你一定有什么记账啊 或者是报税的需要 所以你一定会有个什么 管钱的 这样说那 管账的叫会计 如果公司 或者这个企业就亮 但是这个单位就有两个人 一个就是单位的负责人 一个是 另外一个是员工 那谁管 谁当出纳 谁当会计 工事就两个人 一个是老板 就是单位负责人 一个是他的员工 他拼买的人 那谁管 谁当出纳 谁当会计 好 我现在跟你说 老板 老板 好 老板当出纳 为什么 好 好 好 不是说会计记账就错 错了就算了 好 好 好 会计呢 记账 账记错了可以改 钱付错了 你要去要回来 就很困难了 好 所以呢 但现在因为很多监时期啊 如果常常我们说现在这个钱 掉到地上啊 有人去捡到的话 那这个 比如这个 你可以把它要回来 好 要不然就是什么 侵占 因为如果早期啊 诶 这个 胜级没那么多 那你掉了钱之后 谁捡到了 捡到了以后 放他口袋里头 也说诶 我才掉出来 我马上回过头来看 他捡了钱 放他口袋里头 那你怎么去负责 这个钱是你的 没有办法 为什么 每个人的心态度都长得一样 唯一会不一样的就是什么 钞票的编号 你会记得你的钞票编号吗 不会啊 所以你没有办法去证你 这个他口袋里面的钱是你的 好 所以 钱付错了 就很麻烦 所以刚刚嘉宜说的对 老板要管钱 好 管钱我们给一个名称叫出纳 好 那管账 我们就要给一个名称叫会计 好 会计就是记账用的 所以账记错了 可以赶 好 但是钱付错了 你要不要回来 是很困难的 好 所以呢 基本上 你要是要有这样的概念 所以呢 我们在讲现金的时候 我们就会讲到 所谓的内部控制 好 那内部控制呢 就会去谈 一个企业怎么收钱 怎么付钱 收钱 一定要请对方 或者是开支票 抬头一定要写什么 公司的名称 开票去也不一定支票 好 你要开票去的话 抬头就是说呢 售款人要助你 而且要禁止费出转账 好 然后另外呢 如果你不去开票去 你用汇款 那一定要汇到公司的账户 也就是说 户名一定要是公司的名称 这个开户人员是公司 这样就可以避免要这个钱呢 留到别的地方去 就是收款 好 那另外呢 我们说那小商店 好 比如说像便利超商 好了 你去引力一块钱 他要开张票给他 对不起 开张收益给你 那为什么呢 因为 他这是公司的规定啊 因为什么 不管你是直营商 还是加盟店 除非你是加盟店 除非你的店长 就是那个出资人 要不然的话呢 如果这个员工呢 可以不用开支票 不用开收据的话 他卖了东西钱就出他自己的口袋 就没有人知道了 好 所以为什么 如果你是零贵销售 或者零贵收款 一定要什么 一定要开收据给对方 好 所以这个有时候 你去看人家那个柜台上面都写 请索取收发票 好 目的就是 避免掉 这个我收了钱之后呢 会 那个店员收了钱之后 没有开收据给对方 这个钱 他就可以东宝私囊 放自己的口袋里头 所以这个收款 零贵的时候 他一定会要求 一定要开发票 或者去收据给对方 好 那付款的时候呢 一定会讲 你要付款 一定要经过很严谨的流程 好 那一定要经过什么 你一定要什么 有采购单 要一个什么 收货单 就是变收单 然后再有什么 发票 商业发票 卖方开出来的发票 会计呢 要整个核对都会 没错了 才会付款 好 那这个就是一个 很严谨的一个 付款流程 那付了款之后 一定要在你的发票上面 带一个付契 好 就已经付完了 好 不会让有心人士 再把这张发票 再拿出来 重复申请 好 那这就是付款 但是付款 如果每一个 每一个流程 我少了这次 今天这个白板笔 写不出来了 你要去买一支白板笔 还要经过这个流程 那都已经下课了 好 所以呢 就会有所谓的零用金制度 零用金是针对 但我们的付款 这么严谨的情况之下 而且对于小额的支出 小额的付款 我们不要那么麻烦 一定要经过什么 来什么 请购单 采购单 验收单 然后到商 发票 然后再付款 好 那所以我们并一定要 这么冗长的一个流程 所以对于小额的支出 我们用零用金 所以有设置零用金 那零用金呢 是给某些管理人员 零用金可能叫做小出纳也可以 因为它是管钱嘛 只是小额的钱 但零用金呢 基本上就是 对于多少的钱 多少金额以下 叫做小额用零用金支出 就每一家公司都不一样 那你要放多少的零用金 在这个小出纳呢 也每一家公司的分析都不一样 但是基本上呢 不要给太多这个闲适的资金 或者一笔钱给小出纳 容易造成两个问题 一个是它保管上面的困难 我一个人每天抱着十万 上班下班被抢了怎么办 好 第二个也必然这样呢 给这个小出纳 不能说人性本恶 但是呢 人总是有不方便的时候 万一不方便 他自己什么 可以从这个 因为他管钱嘛 没有人管他的这个钱 到底每天 比如说我付了三千块之后 我的十万块 还剩下九万七千块 有没有这么多呢 不知道 所以避免他自己 有时候呢 会方便自己的情况之下 所以尽量避免零用金给的钱 这个规模太大 那零用金要给什么规模呢 我刚刚已经讲了 根据每家公司不一样 那规模上面呢 怎么样去设计比较好 因为流金是基本上是小额的支出 所以你支出的时候 是不要出账的 比如说他只要记录说 我今天买了一次百版比三十块 好那今天呢 有的客户来拜访 所以呢 我就买了咖啡一百块 好 所以他就寄这些钱 寄出一些流水账 那这些流水账 他寄的时候 他一定要有凭证 他付款一定要有凭证 所以大家呢 如果去帮 我是系学会的 什么学术干部 那今天因为我们要做海报 所以去买了纸 好一张并报纸 好 十块钱 一定要记得 等他有收据或发票 因为你到时候才能够 这个给这个管账的人说 好 你有这笔支出 好 所以你口头上说 虽然说他也信任你 好 可是基本上 不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问题而已 这是一个单位的问题 好 所以基本上你一定要记得 你一定要有收据或发票 好 所以呢 每个每次支出的时候 他都把这些收据 或者是发票收集起来 那当到他的倫用金 快要用完的时候 才一次拿出来拨补 好 所以这个倫用金呢 基本上你的拨补的时间 因为倫用金目的就是 不要让会计出账那么频繁 好 一个就是不要让你的付款 这么小的 三十块的流程 要付 一个这么永长的流程 没有效率 成本效率太低了 第二个呢 好 也避免掉了 这个会计记账那么频繁 所以呢 当我的零用金 用到快要完的时候 是拨补 所以我们要看他的规模 就跟你的拨补的时间有关系 好 零用金的拨补 最好差不多是两个礼拜 不要超过一个月 好 超过一个月的话 表示说 你设置太多零用金 给小出纳了 那如果你短于两个礼拜呢 那表示你的零用金呢 规模太小了 其实造成你想要借由零用金制度 来减轻 那个会计记账的 这个出账的一个流程 其实是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的 好 所以这个是零用金的问题 那这个地方 其实在我们后面也有提到 好 在我们第五章也有提到 那只是呢 这个完全都是我们初派间提过的 好 好 那这个零用金我们在初派里头提过了 请问一下右远 林用金呢 在我们初派时到的时候 讲了些什么东西 林用金呢 我们在初派里头讲了些什么 好 你也来上课 好 那你现在在做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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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兴趣 中快的时候 再看比较远累的文章 不是 很奇怪吗 待會下課 我們就下課了 請去拍一張椅子坐前面 我書可以借你 雖然你沒帶出 教委你的書不用這一堂 我可以借他看 我上課可以不用 所以我們待會兒會看一下 我們很快把零用金看完就好了 零用金音樂不是我們 這個掌心以前說要談的 所以看一下173月零用金制度 零用金這個會計客戶 零用金是會計客戶 當你編載的時候 零用金是你的現金的一項 零用金它是一個會計客戶 零用金的這個會計客戶 說了 那個會計客戶 你要想它要放在哪一個 報表的哪一個位置 零用金是一個現金的種類之一 所以它是放在資產負債表 當你編資產負債表的時候 然後零用金算是現金的一項 好 課文裡面有告訴你哪些呢 有人會把它誤以為是現金 譬如說剛剛書成說特製費 特製費不是 更常會有些人是用什麼 郵票來當作是現金 其實是錯的 郵票是郵電費 它不是現金 你不能拿郵票 我說我今天我想要買個飲料 我拿郵票去跟便利商商說我要買一瓶飲料 付郵票可以嗎 它不會接受 所以郵票不是現金 好 所以課文一定有去提到 常常會誤以為郵票把它當作現金是錯的 好 那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呢 零用金是一個會計客戶 開始我設置零用金會借零用金貸現金 請問一下我產生這個會計客戶的時候 對資產負債表有沒有什麼影響 沒有 因為現金的總金額還不變 我只是把現金分出一部分當零用金而已 好 所以第一個 我的零用金這個會計客戶什麼時候用到 第一個 設置 第一次設置的時候 第二個情況呢 是當我變動它的時候 變動它的規模 零用金太多了 代計零用金 規模縮小 另外一個呢 是我的零用金不夠了 把它增加它的規模 就借計零用金 所以零用金這個會計客戶 就用在兩個時間點 一個是第一次設置的時候會用到 第二個呢 是我的規模變動的時候會用到 好 那剛剛不是講到 我零用金用到快要沒有的時候 要撥補 零用金要撥補的時候 我用的會計客戶是借費用 貸現金 我會帶零用金 欸 我零用金不是用掉了嗎 為什麼我不是帶零用金呢 好 所以我說了 零用金基本上這個會計客戶 就算兩個時間點 第一個設置的時候 借零用金貸現金 第二個 零用金呢 規模太大太小 如果規模太小 我要把規模變大增加 借零用金貸現金 如果我的零用金規模太大了 好 我提過的這個零用金呢 設置的這個規模 我要用的是半年才會用完 那我就借現金貸零用金 把零用金縮小 這是規模縮小 所以零用金只要用在這個兩個時間點 會用這個會計客戶 那零用金用到快完了 所有小出納把他的收據 發票拿出來去請求撥補的時候 那零用的科目是借費用 因為這些單據就是什麼 已經發生的支出 你根據這個單據的內容 去找到適當的會計客戶來入帳 借費用 費用發生了 貸現金 而不是貸零用金 家維 為什麼 為什麼零用金撥補的時候 所以我們是借費用 貸佣現金 而不是貸移用金 為什麼 我會叫你喔 其實因為我就不必到你在幹嘛 她回答老師一下 她沒有回答了 我們就先跟她 回答完 她就回答成功 哈哈哈哈 好 快點 大家請多嘛 好 基本上呢 就是為什麼不會帶寄零用金 是因為你帶寄了零用金之後 馬上用了 要借零用金帶現金 因為你撥股的時候 是撥股現金到零用金的規模裡面去啊 所以如果你是帶了零用金之後 你是不是要再馬上要借零用金帶現金 沒有印象 所以我說零用金 我就告訴你說 我設置多少的規模在那裡 未來發生的時候 你要撥股是拿現金去撥股 所以我直接帶現金 如果你帶借零用金會造成 我馬上又借零用金帶現金 那這樣子的一個記帳 就一點效率都沒有 而且一點點都沒有 記帳目的當然是要簡化 沒有錯 但是很重要我們做會計要 它有積極的功能 要能夠提供管理上面的需求 或者是分析上面的要求 但是我們這個記錄方式 沒有任何可以達到這個目的 所以基本上我們不會在我們記帳的時候 零用金撥股的時候 去帶零用金再馬上去借零用金 好 所以旁邊那個同學 馬上把柄像旁邊那個同學睡得很真好 好 我們現在先休息一下 那請同學 翻兩張椅子坐前面 這邊有一個位置啊 好 那個 零用金撥股 喔 那裡